七点爱将林志坚去参选桃源市长 不过现在今报林志坚的硕士论文 涉嫌抄袭 他的论文内容跟政府委办的标案报告 有惊人雷同 甚至连错字都通通抄进去 让蓝军炮轰林志坚 要是有羞耻心的话就该退选 首应爱将新竹市长林志坚 经报硕士论文涉嫌抄袭 政府标案报告 竹科2008年委任中华大学 针对以TCSI模式评估 竹科周边居民满意度做研究 同一年林志坚交出的硕士论文 题目跟这报告几乎一样 一堆内文吓一跳 光是从第一句起就一字都没变 更别说好几个章节字句都相同 成是连标案报告上的错字篮球场 林志坚的论文都错的一样 认识字的人用肉眼来看 都知道这是超好超满的一个论文抄袭 你如果有羞耻心就应该宣布退选 论文继续往下翻 两份报告公式数据相同 就连最后英文引用文献 一对比全都一样 明代痛批就是剽窃政府资产 等于百姓拿纳税钱帮他写论文 但林志坚说竹科研究他也有参与 说抄袭是抹黑要提高 我们三个人一起联名发表的这个论文 我们没有抄袭 近日就会做出案灵申告 他参与了什么嘛 他写了哪一部分嘛 如果他有参与就应该有他的名字嘛 不止如此媒体人再踢爆 林志坚连台大国发所硕士论文 也跟另一名较早毕业的硕士生 于正黄论文雷同率高达88% 林志坚当时的指导教授 是小英心腹国安局长陈明通 陈明通说于正黄有参考林志坚的资料 但名嘴立刻吐槽 哪有可能两篇论文一看 大多文剧统统一样 两个人有心电感应咯 字句内容会一模一样 帮两者联系的是陈明通 自己本身就是共犯 他到底有什么理由 可以出来帮林志坚去护航 全世界我都没有听过这种事情 决赏就是弃鱼保林 鱼也不选嘛 鱼要选嘛 所以鱼比较重要 赵瑞布要求校方四个月内查明真相 蔡英文清点林志坚选桃园 一天内两篇论文引发核弹极风暴 林志坚信心满满 难道是因为有总统给他靠 记得将证明离选台北报道